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鱼 我现在在318穿葬线上 然后我在身后碰到了一辆特殊的 图的车 咱们现在去看一看 这个车到底是怎么特殊法 你好,大爷 你好 我真没想到我真碰见你了 我生怕碰不到你 我是在别人的视频里看到你的 然后还有我的粉丝也看到你了 然后我们就带点东西过来 慰问一下你,给你带点东西 我生怕我碰不见你啊 给你买一些吃的 我看看您的车 您这个车多重呀 我这个车也就是四五百斤吧 你吃住啥的就都在这里面是吗 我在这里睡 在这里避雨 在那睡觉 这木头,这是木头的是吧 木头都是您自己自己做的吗 我花了一千多块钱呢 清木工作的 我以为是您自己做呢 这些东西都是群众给的 这些东西是捡的 这些东西是群众给的 学佛人要尖苦铺素 勤解节约 比如说这里还有半盒饭 人家扔的 假设说哈 我就捡起来稳稳 有没有变质 没有变质 它有不脏的情况下 我把它收起来 收起来 到下一次做饭的时候 放在锅里煮一煮就可以吃 这路上的群众有的给菜 还有的给钱 人家给钱的 有的给一块 到目前为止有三个老板给五百的 人家给多少钱 那是人家的心意 那作为我不应该乱花这些钱 我把这些钱呢 除了我路上 车太大了上不去请车 要给钱 一般的生活 我很少用钱 我都是捡着吃 捡着穿 可好了 那老爷子 我想知道 现在天已经开始冷了 您住这个车里头不冷吗 没有被子 那被子管用晚上都零下了 你是黑龙江人 我是沙东人 这边都是北方人 还能怕这个 怕呀我就怕了 你这黑龙江都零下几十度了 那我们屋子里面都是零上二十多度呀 没就从来就没有住过就这样的 我就看您这个好像就一块板 就是使那个什么塑料 就是这个扇布屋的 它不漏风啊 哎呀 弄风雨怎么样 人就是要经过风雨 那您今天晚上就搁这住了呗 今天不走了 不走了 不走了 我看您在那 在这个边 那我给送了一壶开水 这这么多人看好了 对 这么多人开水 就在这吧 你一会就在这坐是吧 我今天晚上不走了 今天晚上又开水 嗯 在在前面的时候 我请那个拖了机 把我拉回拉罐拉上来的 啊 那全大罐啊 那么多 我别说拉重车呀 我就是拉空车 我都拉不出来 所以我花了200块钱 花了200块钱请那车 他到了 到了地方 到了他家 他给了我一些吃的东西 啊 啊 我给你拿的这里面有那个 我特意今天特意去给你买的那个 饼 就软和的 你吃喝点热水啥也行 你晚上不想做吃那个也行 行 明天早上做做做做做做做 行行行 真的 别结婚 结了婚 有了瓜欠 很难 还能走呃 成佛这条路 行 谢谢老爷子 然后我看你那块有那个二维码 是不是 我 我给你我给你转一转一百块钱吧 然后到时候以后走山沙坡的时候 你好那个什么 拽这个车啥的啊 然后然后那个啥 因为马上要天黑了 您自己在这你也注意安全 然后我到前面去找住的地方了啊 然后我的安全都都交给阿弥陀佛了 哈哈 行行行行行 能在路上走路手也注意点 咱们尽量靠着边走哈 那我先走了老爷子啊 好好好 祝你一路顺丰啊 好好好 我先走了啊 我先带着二狗走了 然后哎呦二狗别把我 啊啊啊啊 记住我的话姑娘 好的 幸福 这是唯一你的出路 我一切都是假的 我知道了老爷子 我先走了啊 好 老爷子也是信佛信入迷了啊 这些东西我不去评判 也不去说什么 我只是就是觉得老爷子这么大岁数了啊 自己在外面挺不容易的 呃我就依着我自己的能力来帮助他 我也没有太多的没有太多的钱什么的 然后看老爷子实在是说实话挺心疼的 挺心疼的 这么大岁数了 无论他是因为什么啊 也挺那啥的 所以说 给他转一百块钱 然后 把吃的给他了 然后现在因为天也也黑了嘛 不能在那跟他闹太长时间 然后我就先那啥我就先撤了